众人站在大殿前 迎面一位灰袍老者走了过来 满脸惊喜地对苗秀弯腰失了一礼 大小姐您回来了 钟伯 我父亲这会儿在哪里 老者没有立刻回答 先是打量了一下韩丽等人 然后略微一侧身 直了至身后的大殿 说道 灵烛正在苗鹰宫里会客 这会儿怕是没法见你 啊 这样啊 钟伯 我身边这几位是虚和族人 之前对我有救命之恩 你能不能大为通传一声 看看能不能优先接待这边 啊 原来这些就是虚和族的贵客呀 大小姐捎带 我这就去通报 灰袍老者说了一声 连忙转身 朝着大殿方向赶去 片刻之后 他就小跑着回来 对苗秀说道 灵主 请诸位贵客 进殿一叙啊 苗秀眼中 喜色一闪 随即 带着韩丽几个人 十级而上 来到了宫殿前面 几个人正要进殿之时 大门突然打开了 一名三苗族青年 引着一个身形挺拔 面容肃正的中年男子啊 从殿内走了出来 此人 两道贱眉 斜飞入宾 一双虎目 不怒自卑 一身煞气 浓郁的惊人 韩丽剑子目光 不仅一缩 心中惊叹 竟然是他 眼前之人 虽然身上穿着一件黑色长袍 头上发色 也变做了灰黑之色 但是啊 韩丽确定无疑 此人正是 竹龙道的第一道主 白礼炎 当年在明寒仙府 夺取太乙丹的时候 匆匆见过一次 自死之后 就再无交集 没想到他竟然 已经来到了灰界 韩丽的心思如电 在脑海中既已经翻腾 却已经 与白礼炎 错身而过 后者目光微脸 看也未看韩丽一眼 显然呢 没能认出 如今的韩丽来 而后那名老者呢 就已经推开店门 引着他们几人 走了进去 一进大殿 韩丽就看到 大殿主位的方向上 坐着一位 见眉星目 并角如飞的中年男子 其眉眼与苗秀 有三分相似 嘴唇却有九分 料想便是黑齿玉的 领主苗告了 男子身旁还站着几个 身着黑色羽袍之人 当中啊 是有男有女 看起来年纪都已经不轻 并角皆有双色 一个个在看到 苗秀的时候 眼中都露出 慈爱的笑意 苗秀攻险身子一拜 失了一礼 苗秀 见过父亲 和诸位祖老 魔光也走上前去 一手横在胸前 握拳轻轻碰了碰 自己的肩膀 开口说道 徐和祖 江古 见过苗告 领主 韩丽两个人呢 则如苗秀一样 躬身 失了一礼 见过苗告领主 苗告 早已从大椅子上 站起来 两手横手 握拳 在肩膀上 轻碰两下 以示对魔光 还礼 然后开口说道 啊 之前 灰情要 已经提前返回 将波林湖畔 发声之事 告知于我 多谢江兄出手 就我们黑齿玉 各族和小女苗秀 我们黑齿玉 虽是罪儿小邦 也知 有恩必报之礼 特此背下一份薄礼 还望江兄 不要嫌弃呀 话音刚落 他身旁一名 白发老者 就走下堂来 把手上一枚 白骨戒指 双手 奉上了 魔光没有客气 直接笑着收起来 那就 确实不恭了 这魔光 收下白骨戒指 苗告又问 江兄 为何会千里迢迢 从少浩玉 来到我们黑齿玉 若是有什么需求 可以尽管直说 我三苗族 定当 鼎力相助 魔光 闻言没有立刻回答 停顿了片刻才说道 我与家臣外出游历 途中遇到一只实力极强的大妖 一路追杀 到了六月草原 之后就落脚在灰西族中 听他们说即将召开塔木达大会 就跑去凑了个热闹 苗告眉头微挑 问道 哦 原来如此啊 看来江兄与我等实在有缘 对了 不知江兄追捕的是什么大妖啊 看看我们能否帮上些忙啊 魔光 无所谓的笑了笑 那斯已经逃顿无踪了 否则我们也不会落脚挥西族 现在已经如此 也就无需太过在意 之后继续未完的游历便是吧 苗告闻言同样笑着问道 即使游历不妨在我们幽和城多住上一些人子 也好让我们以尽地主之仪啊 那就叨扰了 嗯 修修 你先去安排诸位贵客住下 然后直接回内府来 遵命 苗袖领命之后 就带着魔光寒历三人出了大殿 然后赶往后方的一片石宝建筑 建筑丝绸充满了一种花朵奇大 没有叶片 表面冒着丝丝缕黑色煞气的古怪花朵 越往建筑群里落去啊 就越是密集 对此含历并不奇怪 在这灰界之中 煞气就好似天地灵气 越是煞气浓郁的地方 就越利于修行 所以我们作为贵客 自然就会被安排在煞气随为浓郁的地方 果不其然呢 为走到建筑群落最里边的一座石宝宫殿前 苗袖停了下来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说道 这里是我们三苗族接待最尊贵客人的宫殿了 诸位贵客就安心地在这里住下 若是有什么需求 直接告知于我便是 有劳了 我还要去面见父亲 就先告辞了 苗袖告辞一声 匆匆离去 韩丽等人进了宫殿 各自挑选了住所之后 石宝宫先行一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魔光 则跟随韩丽去了他的房间 结果就在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 韩丽突然脚步一顿 身子猛的一颤 魔光 见到此 微微一正 韩导友 你怎么了 韩丽没有回答他 此时 他的双目突然泛起一层灰芒 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 显得痛苦异常 紧接着 韩丽的全身都开始颤抖 面色也是瞬间煞白一片 他仙窍内的煞气啊 不知为何突然暴动 不受控制的剧烈翻滚起来 不多时 一道道漆黑如墨的煞气 从韩丽身上豁然腾起 仿佛恶魔之手 狂舞 四周空间 温度骤然大将 魔光目光闪动 开口说道 先进屋子再说吧 韩丽也没有回答 猛的一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心中则是念头急转 这 难道是煞衰再次爆发了 竟然在这种时候 距离上次煞衰爆发 已经过了数百年 光阴之丝 延缓期限过去 倒也正常 思量之中 韩丽双手一阵挥舞 嗖嗖的锐笑声中啊 数百杆震齐飞射而出 落在房间的各处 张开数层厚厚的静置 把整个房间层层的照住 魔光剑死 抬手一挥 一股黑光从掌心中飞射而出 在韩丽布下的静置后面 又张开了一道黑色静置 这道黑色静置上 黑雾缭绕 隐约能看到一道道黑色锁链 纵横交错 一股绵密的煞气波动 从黑色大网中散发而出 其中还夹杂着 丝丝法则波动 不知道是什么禁止 立刻把滚滚煞气波动 挡下了八成 两人联手啊 立刻把所有 煞气波动尽数挡下 只是他们两个人 反应虽然快 但是煞气爆发 太过突然 仍然泄露出了那么一点 与此同时 四周天地间的煞气 立刻受到牵引 疯狂朝着石宝宫殿这边 聚拢而来 声势之浩大 简直堪比 仙界破镜时 引来的天地灵气的变化 苗秀此时 正赶委自家的内府 忽然 针手一抬 扭头朝着那边宫殿 看了一眼 眉眸中 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好强大的煞气波动 不愧是天生变幼 即将修行资质的 虚和族人 苗秀 美眸一芒闪动 似乎在盘算着什么 石川空的房间内 石川空此刻 闭目盘坐在床上 头顶上悬浮着 那个银色琵琶 散发出阵阵银色的光波 似乎在祭炼此宝 他眼睛忽然睁开 朝着门口的方向 望了一眼 很快又再次闭上 韩丽的房间里 金色雷光一闪 谢道人身性浮现出来 魔光道友 谢道友 麻烦你们二人为我护法 韩丽说了一声 立刻盘西坐下 运转功法 下一刻 耀眼金光 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一股股时间法则 蜂拥而出 魔光和谢道人 互相望了一眼 旋即 各自来到屋子一角 盘西坐了下来 正当 韩丽运转时间法则之力 把那些仙壳禁术覆盖住之时 突然又发现了一些不对 他此刻呀 体内暴动的只有那些 被煞气侵袭的仙壳 剩下的纯净仙壳 并未发生一变 和先前那次煞衰爆发 似乎有些不同 嗯 难道不是啥衰爆发 莫非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